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一起学习工作 多元文化在一起交融碰撞 国际学校就像是城市中一个个小小的地球村 最近天津国际学校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小村民们 就刚刚庆祝了他们的第11个国际日 我们不妨一起去看看 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这就是荷兰最著名的卡通形象MIFI 您看 由于MIFI和记者的身高差 我们都看不到小兔子MIFI的耳朵了 荷兰人正是全世界身高最高的民族 MIFI的扮演者也正是来自荷兰的Nancy 因为爸爸来到天津工作 六个月前Nancy一家从荷兰搬到了天津 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 新环境给人带来新鲜感 但是适应全新的环境也并不容易 于是妈妈将Nancy和哥哥送到国际学校就读 Nancy所就读的是天津第一所国际学校 这所建立了27年的学校 已经发展到学生来自全世界 多达21个国家和地区 就像是天津城市中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而在这个地球村中 融合并不是唯一的主题 展示国家文化特色的国际日 正是希望让这个地球村中的居民 能够保留他们的文化特色 来到中国20多年的Charles 已经在这里度过11个国际日 穿着传统荷兰服装 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Charles一家在融入这座城市的同时 也保留着自己国家的特色 这些国际学校就像天津城市中 一个个小小的地球村 展示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别样风情 静 liter